当我们同在一起 我们有这个新加坡的行男 对 然后对比一下洛杉矶的行男 哦 新加坡的逊色哦 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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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您好 哈喽 Thomas 大家好 观众朋友 新加坡早上好 现在洛杉矶几点啊 现在洛杉矶是五点多 五点十五分 下午的五点十五分 所以你现在在的位置是哪里 我现在是在一个公园啊 我就现在属性的一个公园 我很喜欢来这个公园 然后现在后面还有人吗 后面还有挺多人的其实 哦 还有挺多人的 嗯 因为其实这个政府都虽然说 就有那个隔离政策 可是大家都 这个政府都鼓励大家 还是要出去做运动 风好大哦那里 会很冷吗 哎 这里十多度现在可能有十五吧 哦 多春点哦 马上洛杉矶就要下山 下山之后就会可能只有 八到十步 或者十步 十二 哦 好像会冷一些 所以现在除了运动之外 其他的活动都已经停止了吗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洛杉矶其实也蛮繁华的 很多娱乐场所之类的 所以现在完全都停止了吗 对 五天前那个州长他就下了一个 就是6号我们就在家比较安全的一个 一个隔离令 然后就那些无必要 所以所谓non-essential 那些什么不必要的那些生意啊 就什么都关门啊 就除了出去 哎 买多一吃 六狗 外卖还可以 还有允许啊 就是餐厅它不算是关的 但是你就不能够再内用 就不能够在餐厅里面 外卖的话 好像遛狗是可以的 对不对 因为我看有人说 因为遛狗的关系 很多人就借着遛狗 一直带狗出去 那个狗后来就很累很累很累 然后甚至有人带着 嗯 就那些就遛狗啊 然后骑小踏车就很多人 也有很多 就他的规定是人与人之间要 隔一个1.8米 就是6ft 1.8 如果说我听说昨天就是他们有抓到就是 啊 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那个1.8米 然后他就给一个啥款 400多块 400多块 这是听说的啊 这不知道准不准确 假金玩假金玩 400块好贵哦 哦 没进呢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是1.8米 而想说我们这边只有一米吗 因为老外的手比较长啊 手比较长 他举起手就 要比较高啊 比较高啊 因为我们这边只有一米 所以能不能 比较长一点点的距离 嗯 对 所以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嗯 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我还好耶 就 因为我 一个处罗 我会担心 剪辱的方面啊 就 我 我会组一点东西 可是 就是 就是不常组嘛 可是现在都 还好啊 就 公平的话吧 因为我们 编剧们都 在写剧 所以 影响 都很大 我们 我们没有再拍 听说那些拍摄组 全部都停下来了 然后 OK我们说一下 现在可能是多段细细 对对对 他是因为 Tomas他自己本人 不是搞电影的嘛 对对对 所以他说现在拍摄可能都要停下来 然后他自己因为本身之前比较少煮 可是现在没办法要煮 有没有被自己的厨艺吓到 只有我自己尝过 可以 自己尝自己知道而已啊 这个市场都鼓励去买外卖 因为他们餐厅收的太大 所以我每两三天 我就是都会买一下外卖 到处来散步一下 来这个公园跑步一下 所以政府还是鼓励买外卖的 因为就是买了就走不然的话 其实当地的影响 那个生意也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餐营业了 现在每一周的情况是不是不一样 因为大家好像对特朗普的 有些意见 所以像洛杉矶 他的整个州的一些政策 是不是跟其他州是不太一样的 洛杉矶算是一个 有加州的话 然后洛杉矶有他的 我感觉洛杉矶 加州的人都相当的 应认 就是州长 自己本身也相当的 我觉得洛杉矶的人 比较信任他的州长 比起加州 对基本上 就离一个 我觉得懂不成 要走一下 对这地方收线不好 美国风机很烂 真的 听观众讲的 美国的风机 我们的观众一直在讲 很焦急 可是 可是就算大家不听 那个声音的话 对 看那个样子 就已经 一很扬言 二 因为现在呢 是傍晚时分 太阳要下山 所以他在那个公园 你可以看到 有非常充分的那个阳光 好漂亮哦 是 是真的吗 在这个洛杉矶 如果没有保持那个距离 6 feet 刚才讲 因为听众讲说 她的anti-friend 听说啦 听众讲啦 可是老大直接讲 假新闻 这有得到证实吗 这件事 不过是合理的 6 feet 而被罚款的 是 是 400元 美金 被罚 应该可信度很高的吧 那个朋友回路 嗯 可信度很高 可是夫妻接呢 如果夫妻去遛狗 我也要6 feet 因为我在家也是跟他 很近距离接触 问题是现阶段哦 如果我让你出来遛狗 我可能已经是所谓的 就所谓放宽一点条例 你还要得寸进尺 跟你的太太一起出来 我觉得我罚你也 你 你要接受啊 本来是这样子 刚才呢 我本来想 让我一个朋友开车 然后载我 然后我带你们到那个 Hollywood 这种新新 看一下 那边的话 那个对比一定很大 因为那个就没有 没有旅客啊 然后还有 就是应该人烟稀少的 可是 我就想到这个合理的这个令 所以就觉得 就 如果我跟我朋友在车里面呢 肯定没有6 feet啊 肯定没有1.8米啊 哦 没有 他开车你做乘客呢 有没有 哈哈哈 就你坐后面 你可以停家里了 你可以停家里了 那个新加坡最大的问题 最普遍的问题 请问有遇到 排华的情况吗 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了 我自己是没有耶 我自己是没有 可是我听到很多人 就是都会有担心 所以更多人担心 就是我在一个 WhatsApp Group里面 我其实在一个 新加坡人的WhatsApp Group 然后新加坡人的WhatsApp Group里面 有100多人接近200个人 然后在那个 Group里面就很多人在讲说 就是在洛杉矶的新加坡人 特别是那些年轻当学生的 他们就非常的想回国 然后就拼命在订机票 然后在那个 Group里面聊天的时候就有点 他们的感觉就有点恐慌 所以他们担心说如果 他们担心首先 如果这个美国的这个疫情恶化的话 那医院肯定就爆满 他们就没得住医院 然后他们就会担心说 就会有那些暴徒来打抢 来违法之类的 所以就会有很担心 然后他们就拼命在那边聊 怎么买机票 然后机客还有买一个航班 还有还有座位之类之类的 很想赶回国 可是我的感觉是 在这个回国这个20多个小时的 入住里面 他们染上了这个病毒的可能性 我觉得可能还会更高 然后回国相信很多 如果他们还很年轻 就可能24岁的话 可能他们的祖父母那一代 可能都老年人 如果把这个病毒传给他们的话 我觉得更糟糕 请问Domis 你之前拍片是拍动作片的吗 因为我发现你停不下来 哈哈哈 那个镜头就是要一直跟着你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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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继续 所以你刚才就说 其实你刚才说的是很对的 有些时候我们就心想到是不是回家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 其实我们路途这20几个小时 其实我们是更所谓的危险的 是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因为在搭飞机的话 那大家的这个距离那么密的话 而且 那么感觉上来 那个飞机应该就是坐满 那 因为现在加州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想法是贵的 因为他们想隔离两个星期到一个月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 就算染上了病毒 他们没有什么症状 所以就不知道说自己已经染上了病毒了 所以你隔离两个星期到一个月 之后呢 就大家都不见面的话 那一个月后那些症状就会出现 那就可以把那些有病毒的没病毒的人合开 那些没病毒的人就能慢慢恢复正常的 我觉得这个idea是很好的 所以 我觉得反而现在如果大家都很恐慌的话 大家都起飞机啊 飞回家的话 我觉得反而真的真的反而不太好 可是可能因为是年轻的学生吧 很多父母他们就比较担心 其实像他们相机已经成年人了 所以大部分都会选择在 而且像工作的关系嘛 所以其实这个 因为电影拍摄的工作 你本来都在进行当中呢 现在因为整个这样影响 应该整个工作进度都往后延了吧 拍摄的工作一定是往后延 可是发展就是说找编剧 编剧来写啊 然后来找资金 这个工作还是可以进行的 可是会慢一点 那拍摄全部停下来了 这个是不一定的 不然你说我全部都停止了 对 没有猜手 需要找女主角吗 他要在下部拍 印度同胞有关的电影 要找印度同胞 不是你 没事我们也可以去找印度同胞朋友 是我们有 我们可以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其实就是在跟在洛杉矶的 Thomas连线 他现在其实是在洛杉矶 是一个他很爱去的公园 那边已经是傍晚了 所以呢 慢慢你可以看到太阳要快要下山了 其实那边的阳光非常的充足 而且呢 真的感觉那个地方好空旷哦 所以Thomas每天在做什么呢 你现在暂时不是工作先割下来 没有还是 他还是有发展剧本 还是有找资金 那个是他的工作 各种工作差不多一样 嗯 不过他的集团比较大啦 当然 太阳娱乐嘛 对不对 Thomas最后了 妈妈可能在看节目的时候 要跟妈妈讲吗 妈妈不是在看节目吗 可能啊 要跟新加坡 跟新加坡的亲戚朋友讲一下 对啊 讲什么 我要希望妈妈就是注意健康啊 就待在家里别别出去乱跑 啊 然后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们 都要注意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我有听到我的新加坡朋友说 那些娱乐场所 就今天才开始下令要关闭对吗 在之前都正常的运作 我听到的时候是我吓了一大跳 因为我觉得非常不好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再闯下去的话 就真的真的不太好 影响很大 对就 乖乖的待在家里一个月的行李股 肯定有好转 那是我的 嗯 好的 我们谢谢洛杉矶的Thomas 妈妈交给丽梅 OK好 妈妈交给丽梅 哈哈哈 千万不要啊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我们妈妈给你跑 对啊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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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